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结婚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饭店 在我成长的时候 我们读的东西都是数学 科学 英文 中文 其实对大自然这块比较少接触到 长大了以后就开始觉得 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东西 他都在我们身边 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都是工作的 他们很忙 小时候是跟姐姐打篮球 一起玩做米茶 在我们家楼下打乒乓球 有了孩子你会停下来 其实我很喜欢跟我儿子这一期的时光 我觉得很幸福 如果要用音乐来形容新加坡 我觉得就我那首歌神奇吧 如果你希望有一些感觉 那我当然建议你花多一点时间去 类似小印度啊 去马来村 吉他坡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去观察的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称uncle 安妻 当然uncle 安妻是听起来比较标准 但我们都会uncle uncle 玩cocoat 在小印度呢 有一个地方 它叫Mustafa 它是24小时的 如果突然凌晨2点想去吃一点东西 你可以在Mustafa旁边点一些咖喱或者甩饼 吃完你可以进去Mustafa买各式各样东西 我熟悉的新加坡 我觉得是一个多元化的 多种族的 从小到大 我最认识的地方 小时候的成长 念书 有朋友没有朋友的时候 都在这个地方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